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很迷戀某一位動漫角色過呢?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小時候第一個二次元的偶像 灌籃高手襄陽隊的藤真劍絲 也和大家來聊聊這個角色對我有怎樣的影響 在這之前我先來介紹一下這位角色 藤真劍絲178公分 是個左撇子 灌籃高手中襄陽隊的隊長同時也身兼隊上的教練 球場上的位置是控球後衛 實力高強評價僅次於海南大附屬高中的牧生衣 可以說是神奈川的No.2 他在作品中超突出的美型形象 和其他球員放在一起就知道他有多帥 加上剛剛所述的角色設定 我在看到藤真出場就迷上他 球員兼教練 小時候覺得超帥 一定是很厲害才可以球員兼教練 長大後再來看這件事先想到的是 這樣藤真有領教練職的薪水嗎 堂堂縣內第二名的襄陽高中則沒有錢請一個專門的教練呢 如果襄陽隊能有一個教練讓藤真好好打球的話 像北隊遇到他們的時候 大概這部作品就沒辦法再繼續演下去了 身高 藤真身高178公分 國小時我就一直想著 如果我也可以跟藤真一樣長到178公分就好了 就在我國中的時候 還真的長到178公分就停下來 沒有再繼續長高了 這個身高的數次對我來說是個驕傲 因為動漫世界178公分的全部都是美男子 所以這個身高的我一定也是 有時候去做身體檢查之類的 量出來身高是177還是179 我都會暴怒 178就178 少在那邊給我加1減1 不精準 租漫畫 小時候家人不給我買漫畫 我只能去出租店租來看 而且我會為了想看藤真的畫面 只挑湘北VS響養的那幾本租 但有一次我租回來打開發現 所有藤真出現的畫面都被剪下來了 不知道是哪個愛藤真愛到犯罪的神經病幹的 媽的共玩 流川楓啦啦隊 電視動畫裡流川楓只要一出場 就會有他的親衛隊在場邊幫他加油 我覺得藤真應該也要有這種待遇才可以 所以動畫只要出現藤真露臉的畫面 我就會在電視前面學流川楓啦啦隊為他尖叫 啊~~藤真 藤真 後來被加厲的人罵 參加戲籃 因為灌籃高手的影響 我在上了大學之後加入了籃球隊 然後也因為藤真的關係 我以當控球後衛為目標加入了球隊 但是我被說沒有這方面的才能 後來大家在決定制服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支持全隊穿綠色了 但是沒有半個人想採用我的意見 最後大家還是挑了鄉北的紅黑色 左手投籃 藤真是左撇子 曾經特別練習用左手投籃 實際上沒派上用場過 小時候受到一些作品影響 都覺得左撇子的人好像特別厲害 特別聰明 但事實如何呢 請各位左撇子觀眾留言告訴我 大家也有類似的經驗嗎 因為喜歡上一個動漫角色 而去嘗試做了一些可能本來不會去做的事 或者角色的喜好變成了自己的喜好 像最近我就在推特上看到有一個胖胖的男生 他為了想要當鬼滅的蟻之柱 努力的雕塑自己的身體 一年後得到非常驚人的成效 前陣子也有新聞說 有考生模仿了死亡筆記本夜神月的作息 沉積突飛猛進考進了自己的志願校 而我的偶像也是日本第一男公關羅蘭 他也說他是因為看了夜王這本漫畫後 才決定踏入公關夜了 這些動漫作品帶給了許多人夢想 也可能不知不覺就影響了自己一輩子 如果你們也有類似的經驗也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出賺�? bab 寶… forma